大家好,我是Stan 1月23号,P2P的小分队P2P4U 举行了线上演唱会 而在结尾Anchor舞台的时候 成员Changso比的七首饰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演唱会直播中 P2P成员Changso跟Punny 比了七首饰的样子被公开后 因为七刚好是成员乘英伦退团前的P2P成员数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指责 这是在拥护因正义而退团的乘英伦而做出的首饰 因为指责的网友越来越多 Changso也在自己的IG发文表示 这段时间压抑累积的情感 以及很多想法 在我们的演唱会音乐流出时 无法控制的都爆发出来了 那是那个时候,那个时期的我们 永远都要铭记在心里的心情做出的首饰 希望不要被扭曲 也希望在我的心里 大家的心里永远都能被记住 谢谢一直以来都陪伴相信我们的Melody 虽然Changso有发文解释 但是韩网上的反应并没有后转 要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期 但是那个时期那个成员正在戏 只是一次的事物就不说了 你都不为了在一起的整个回忆 都被背叛的粉丝们而着想吗 不是,都吸了五年的 成员们不应该比粉丝们更生气 更伤心,更遭到背叛的感觉吗 真粉的话会觉得这只是个借口 七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 不只是个数字而已 你说要记住 不要忘记七个人时期的回忆 但是七人时期的大部分时间 那个成员都是在吸 就是为了这个 粉丝们才会有遭到背叛的感觉 所以在演唱会不应该这样的 私底下怎么照顾都是你的自由 但是公司应该要分明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留言 不是,又没有说要支持七人体制 而且穷一轮也退团了 他们也是人 在演唱会的时候 突然想到那个时期控制不了感情 所以才会那样 非得要又骂又说要脱粉 留言酸人家吗 啊,这个首饰就有那么令人讨厌吗 又不是比中止 他犯罪了吗 骂人了吗 还是要你们包容那个成员了吗 因为曾经在回忆中做的一个首饰 需要你们这么拼命的发火吗 那个时间后 不到一个月就举行了演唱会 而且只是在最后那一首歌的时候 无法控制感情而做了首饰 这一个月都没有提过什么 就那四分钟而已 对他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为了记住他们这十年来的回忆而做的而已 希望不要再误会了 请在这里停止吧 对于强散歌Punin的这个首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今天YG娱乐正式发表声明表示 与阿东女纪生 以恰娘以虽然两个人 同心续约了五年 以恰娘也对媒体表示 说实话很难找到像YG一样 这么照顾旗下歌手的公司 这七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摩擦 而妹妹以虽然也表示 我们就是会隐退 也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开YG 希望阿东女纪生能继续创作 更多更好的歌曲给KPOP粉丝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人非常傻眼的ExoDio 昨天正式退伍的Exo成员Dio 为了等待的粉丝们打开了直播 但是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直播的时候Dio的状态 他怎么都不老呢 说是今天刚出道的新人 路人们也会相信的 前一阵子退伍的休门也是那样 好像是我代替他们去当兵了一样 是吧 说是中学生也会相信的 真他妈可爱 怎么更变成baby回来了呢 原来我的心脏一直都是停止的 现在才开始跳了 大家都要小心 退伍的Dio 会把所有离家出走的爱丽们 都带回来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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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